在雍正王朝中,开篇旧黄河发大水,江南地区受灾严重,受灾百姓数以百万,康熙皇帝忧心忡忡,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前去赈灾。 然而在朝堂上,太子吱吱呜呜没有具体办法,老八夸夸其谈,却隐瞒国库空虚的事实。 就在此时,姗姗来迟的四阿哥应征,戳穿八阿哥的谎言。 可据儿臣所查,临近省份已无粮可调,户部也几乎无款可拨。 现在户部能拨出的库银已不足五十万两,又要赈灾,又要修地,杯水车薪,至少缺银两百万两以上。 康熙帝圣怒,训斥太子坚果无方,以及老八隐瞒国库虚空之势,应征抓住时机,提出有效赈灾方案。 最终太子借颇下驴,同时推荐应征当赈灾钦差。 按理说四阿哥和十萨哥都是太子一伙的,是替太子解忧,这件事做好了就是太子的功劳。 那么为何在应征赈灾有功后,太子却贬低应征手段不光明,拿不上台面呢? 四阿哥应征一到扬州,就发现了很多问题。 第一次筹的捐款都不够百一场酒席的。 再加上这些官员对四阿哥无礼,这让四阿哥非常恼火。 于是他做了这么几件事,首先摘下了知府的顶带花铃,直接给了当时的孤臣田文静。 果然田文静没让应征失望,直接雷利风行,大力整顿忽悠老百姓的贪官,并且多设州场,要求筷子插进去不倒为标准。 其次,让外地灾民进城,然而粮食不够怎么办,没想四阿哥应征,早想好了妙招,提前在一些官员和土豪猎身门前,挂上了乐善好施的灯笼,并且不允许他们私自摘下,等灾民一进城,立马涌进这些大户里乞讨。 最后,也是最关键的一步,他派出年庚瑶结下了八爷与任不安的书信,并以此为要挟逼逼着官员严商们捐款。 即使背景强大的人不安也不得不为命视听,最终拿下二百万两的银子,完成赈灾任务。 应征帮康熙化解了赈灾的燃眉之急,以及国库空虚的窘迫,可以说江南的赈灾差事应征办得非常完美,但是应征在江南的所作所为,却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, 他们纷纷上折子参合四二个应征,在应征还没回京的时候,他们在江南的行为已经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。 康熙召集了太子和佟国伟,马齐,张廷玉,几个尚书房大臣们议论了一下参合四二个应征的事。 康熙还没来的时候,三个尚书房大臣在一起聊天,就很有意思。 马齐站在江南官员的立场上说话,同过为趁机拔高八个应征, 张廷玉公开支持四二个应征,三个老谋深算的尚书房大臣却聊得很热乎,真是各个老奸巨华。 马齐说了一个当地的顺口溜, 就在这时,康熙来了,并接上了一句, 老百姓说天不惊地不惊,就怕四爷调回京。 看得出来,康熙心里很高兴的,颇有替应征打抱不平的意思,随后又问道, 朕这还真有一份奏折,说这个应征他们在扬州松荣灾民闹市,逼着那些有钱人捐款。 今儿请你们上书房的人来一眼,听听你们的说法。 应征,你先说说看,对这份奏折,你怎么看法。 太子如果把话说到这里打住,皇帝也自然明白, 毕竟太子的每一次发言都决定了太子以后能不能顺利接位的大事。 如果太子这点觉悟都没有,也就难以继承大统, 然而这个太子就像脑子搭错了弦, 紧接着就是一个弹势。 但是皇阿玛经常开导儿臣们,要以德为本,以人道行, 激烈激诈的手段并非立身之本,治国之道。 要说在这方面,四弟是欠缺了点。 从太子自身考虑,他这样说是有私心的, 毕竟自己是太子,萨格赈灾确实功不可没, 然而他又不可以成为完美的人,于是搬出了德和人说事。 可惜太子站错了立场,他所谓的德和人是指那些贪官无力, 要求萨格对那些官员德和人,而皇帝想听的德和人是百姓。 从百姓的角度考虑,萨格这样做反而是大德大人的表现。 皇帝不傻,太子的话他并不满意, 而且当时还有几位大臣在场, 镜头中每位大臣的神情也非常值得推敲。 可是皇帝毕竟是皇帝,眼看气氛变得尴尬, 而他心里又已经有了底,于是岔开话题提到了萨奇马。 这一方面是转移话题缓解一下尴尬的场面, 可见皇帝还是非常给太子留情面的, 毕竟不能在大臣面前点破, 如果直接批评,大臣和皇子就会不服应仁, 以后他就会难以服众, 许多事都没办法开展。 另一方面也是间接表达了对太子的看法的不满, 萨格应真怎么也是你太子的人, 并且是由你推荐去的江南镇灾, 你抹黑他不就是在抹黑自己吗? 其实皇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的, 接下来康熙话题又一转, 询问萨格应真家里的情况怎么样? 太子应仁答不上来, 康熙嘱咐他, 言语之中却是满满的无奈, 就这么一次简单的交流, 太子格局不高和心胸狭隘, 以及缺乏亲情的毛病暴露得一览无余, 这件事也为太子辈废做了不满的, 这足以看出康熙大帝的心思缜密, 运筹帷幄。 我是廖哥, 带您换个角度看雍正王朝,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中, 喜欢就关注吧。